那么咱们到现在为止啊 这个社口语句说的直白的讲 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 对不对 什么多连接呀 有连接呀 这个等等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 什么是个group bar呀 分组呀 limit限制个数呀 分一了呀 都已经学完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 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咱们核心一点说 你学了这么多的社口语句 如果拍的用不了 那也是没有真正的实际意义的 所以说咱们接下来 要讲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用拍的程序 去操作咱们的MySQL 原来你是用的 咱们原来是用的这个 当做客户单 没错过通吧 咱们是用的这个东西 当做客户单 它里边接受了 咱们人敲的社口语句 把社口语句呢 传给了IDBMS 就关机型数据库的关系系统 就咱们说的那个MySQL 传给了它之后 是不是它进来解析 给了一个结果 是不是让它 是不是给你显出来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 换种数据来讲 那么既然你是一个客户端 那当然你可以练习社口语句了 但是真正开发的时候 这个哥们几乎没有用 除非你是来创建表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太大用处 那么既然它没有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咱们自己写个程序 写个Python代码 让这个代码 去通过一个特殊的模块 去操作咱们的社口语句 听我意思了吗 让Python充当客户端 让Python写这个代码 冲到客户端 然后接下来你发的社口语句 把它发给咱们所说的 这个像这个idbms 像发一个MySQL这个系统 然后MySQL把查询出来的 或者是知情的结果 再返回给你 是吧 咱们程序 是不是就可以操作了这个数据库了吧 就这么一个目的 这个是什么目的 想要在咱的python3当中 去操作咱们的这个secret 语句 那么咱们试一下 首先呢 ipthon3打开 第一步你import 你导入一个东西 pyMySQL 如果导入成功 兄弟们恭喜你 python3里边是可以直接用 这个pyMySQL python3当中的模块叫pyMySQL 那么python2里边 ipthon2 再来一遍 在ipthon2里边咱们试一下 那么ipthon ipthon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importpyMySQL 它是没有的 那么python2里边用什么呢 import叫my 反正叫mySQL db 叫这 听懂我意思了 也就是说python2里边用的是这 python3已经变成pyMySQL 所以说呢 咱们呢 接下来呢 你只要保证 你在python3里边 能会用那个就行了 只不过呢 是到了python2里边 是不是把这个模块给它改了改 适当有些地方是变化了一点点 是不是也可以了吧 咱们以python3为主啊 所以说咱们主要用这个pyMySQL 但是呢 给大家的乌班图里边 就是乌班图 你安装了python之后 默认不自带 这个pyMySQL 有两种方式来安装版本的模块 通常这个地方我得给大家稍微懂解想想要在乌班图里边安装一个软件咱们一般就是什么啊速度apt-get 然后install接着写什么东西了 写上软件名 比如说SL 还记得我原来说过是不是要安装这个东西啊 啊我的一本之前我可能是结束 想要安装一个python用的模块 用PIP 简单来说 他们这个地方我得强调一下 PIP啊 是专门用来管理python模块的一个管理工具 啊这叫PIP PIP呢 听闻PIP2和PIP3 你敲了PIP呢实际上PIP简单2啊你敲一个事实 我只敲了个PIP是吧我只敲了个PIP咱们看这里边有没有watch看 -大V是不是watch啊-大V来PIP-大V大家看 是不是当前是不是他用的是不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他用的python啊原来是用了3.5是不是他就是管理3.5的了吧 就是说你是完全可以从网直接安装的啊对吧PIP啊3也是有的你多敲几对推爆键看 PIP2,PIP2.7,PIP3.5 现在的最新版本的python已经到了python3.6啊 所以说呢你如果要是自己你的电脑装了python3.6的版本 那么接下来你应该再装一个python3.6 那么接下来就管理你python3.6这个版本里边的包或者什么模块 懂我意思吗 那pythonpython3就是咱们末日的这个3.5了是一个道理 想要在python3当中爱个东西就是python3install 接下来写上你要安装的东西 比如说我要安装pyMySQL 如果你的Ubuntu是联网的 那么你敲这句话呢 他就会进行联网去下载 说的更直白的讲 一眨眼的功夫一会下来了 很快一会下来了 但是呢咱们现在的今天呢咱们是没有给大家开网 一说这种方式你要是有网就多 那没有网咱们该怎么多呢 就听懂吧 咱们刚刚呢已经给大家发现去了一个东西还记得吧 刚给大家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两个啊 一个呢是鸭头包的一个呢是一个.sh 就说一个是这个 说PIMI circle杠是不是0.7.11等等等等是吧 no no any 就以为了所有信他都使用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T2GD的 这个是里边是圆码啊 那么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拖到你的无版图里面去 把这个拖到你的无版图里面去 然后怎么做呢 因为我的已经安装了通常我只是给你演示一遍这个流程啊 首先回到桌面 把给你的这个东西拖到里面去松手啊让他进去 大家没发现进去之后是不是很类似一个压缩包 看见了吧 其实就是压缩包只是特殊的后缀而已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打开终端啊 打开终端 然后啊 你就PIP 因死到 然后把这个这个 你没发现是不是有个名啊 接下来你就回车 好了他就开始啊 他就开始啊 如果出现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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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就表现了我其实已经安装好了 听到问题了吧 那么你只要按照我这个流程 PIP install把这个东西的路径写好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安装了 记 PIP 如果你指定的是一个本地的路径到本地来安装 如果你要是仅仅是指定了个名字的互联网去找 听懂意思了吧 把这个安装完之后在任意一个路径下面 你把iPad3打开 你这个时候PUI my circle 大家看是不是可以收工了吧 那么这就保证了你具备的最基本的功能 先把PUI my circle这个包装上 只有装完了才能够进行 操作PiPad3的东西 好了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呢 你把这个装好 你把这个装好 解决的